大家好,我是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梅艺健 大家好,我是喜涵 我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 美国的疫情已经相当的严峻了 芝加哥也不例外 我们已经在家里面隔离了15天了 但是不幸的是我今天早上突然想起来 我们实验室的植物现在没有人照料 如果这样下去呢,植物可能会干死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出门开展一场 拯救植物大福山坛 顺便也带大家看一下疫情之下的芝加哥现在是什么样子 好,那我们准备准备,马上出发 它踩的这片区就是我们的重点病毒区 从外面来的东西都要在这边消毒 消毒的装备也都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次级隔离区 就像钥匙那种避免不了要带出去的 所以会在这里消毒然后烫几天 你准备准备吗? 对,让我们做 好,我们现在出电梯了 现在出我们的宿舍应用的去救我们的植物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门口其实就是他们在网上订的亚马逊 有那种外卖 这边有即食品店,还有Amazon Fresh都可以deliver 就可以好好的在家隔离 只是说很多时候下单会非常的难 因为我们要抢单 哇,这边的滑板小姐姐很棒耶 看能不能戴口罩,看能不能戴口罩 小松鼠 小松鼠 小松鼠怎么不戴口罩啊 我们马上来到芝加威大学的主要的校区的一个广场 好,我们拿到了我们的植物 它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喝水了 是吧,已经有点干了 对啊,还是挺干的 这个更得多的生意 不然这一路颠簸 它可能受不了 Mission complete 耶,拿着我们的植物保护好 刚才我们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牵着狗遛狗的一个老奶奶 她说你知道这个植物叫什么吗 朋友们,有奖精彩,这个植物叫什么 她说这个植物叫MOTHER IN LOS TOWN 就说是丈母娘的舌头 丈母娘的舌头 看来大家对丈母娘的恐惧是 跨文化的 上周六的时候 市长发布命令 就说如果不是必要的活动不能出门 然后据说还会有警察在路上遇入 我看到那种居重的就给他钱回家 然后我当时还挺害怕的 因为我的税表还没有交 在美国不交税表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这次我们也愿意到看看邮局 他们有没有更新营业时间 好,我们到公园了 公园还是有稀稀小少的人 就逼着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耍 不知道餐馆现在还有没有开 哦,你看餐馆 餐馆还开啊,Open的 对对对,你看餐馆特地贴了一条Open 让我们知道它还开着 要确保健康的社交平均 我们会准备到十个人 是让十个或者更少的人 在这个里面了 所以现在就要求很严格了 出现也关了 像这样子就是 头发的这种理发店就被关了 因为它不是维持生活所必须要的 经过一路的电波呢 我们现在终于到家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些外面穿回来的衣服 换下来消毒 参观一下我们进行隔离的衣服 因为衣服中有很多的细菌 我们进行了两个地方的分类 这边是我们的过渡区 过渡区的衣服呢 就是主要针对于我们 在这个小区里面走动的衣服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危险区 危险区的衣服呢 都是我们在外面穿的衣服 所以我们回来之后 马上进行消毒隔离 现在所有的消毒与清理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植物也已经成功的准备回家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自己 也希望疫情能够更快过去